哈喽,大家好,我是紫桃老婆的老婆哥,那么今天到了周三了,之前老婆哥停了两天 那么今天跟大家见面,给大家会上三个藏品,给三个藏品还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我们首先看这个小牌吧,这个小牌画的还是比较细路的,它写的是曹怀自治 这个是一个他本人定烧的这么一件新画片的文字,咱们解读一下 是一朵梅花,然后上面站了一个寿袋鸟 其实在这底下花卉还有兰花,还有竹子,梅兰竹菊 这种寓意,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底胎,确定它一个年代 我们看一下它的胎质还是非常干老的,而且这个火层红比较明显 上面带有一些沾纱痕迹,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晚清民国的特征 就是一个粉彩小盘,这个整个盘子的品项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一下包括它这个右光,底下这种拉披的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我们量一下它的小盘的直径是14厘米 然后品项是属于接近全美品,也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合理的市场价格 如果洗完的话,咱们就是318块钱,咱们就把这个请回去 还是一个非常超值的,这么一个摆放的新装品 那么现在确实是这种完整的器皱比较难逃一些 再一个确实是价格都上涨了很多 然后我们看第二件,第二件是一个凤纹的 应该是一个早期的凤川牡丹的,也就是说明晚清早,这个盘子可以追溯到 而且的话这个凤纹也是栩栩如生 虽然是简单的级笔,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潇洒简单的级笔 我们这一个凤狂的形状就出来了,这个牡丹花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牡丹花,或者叫凤狂涅槃,或者是凤川牡丹 非常简单的,画了那么几笔,形成了这么一个非常美的这么一个纹饰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右面看了,非常漂亮,波光灵灵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底,确定一下它的时代 我们看一下它的胎底,胎底还是十分的干老的 而且它底下会有一个款式,这个款式辨认的并不是很明显 因为它是一个连笔字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胎的底部,底部是十分的干老,包括它的右光 还有包括它这个青花的发色,以及它的绘画方法 这个应该是一个明晚清早的一个青花小盘 这个小盘的尺寸,这个盘子尺寸是16.3 这个盘子就是属于一个中等尺寸的,比小盘的略大一点点 但是这个纹饰是非常的少见,比较稀有的 尤其这个凤狂画是非常的潇洒 一看这个真品的东西,它画的就是非常的流畅 并不像我们这种假东西非常的拘谨,包括我们这些胎,右,还有我们画法 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开门的这么一件器物 那么喜欢的话,就联系老多哥,东西也会给大家一个超值的价格 喜欢的话,咱们就是还是非常超值的这块盘子 也是给大家一个超低的会上价 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件藏品,最后一件藏品是一个粥罐 这个粥罐,大家看一看就知道这个文士是一个干枝梅的这种题材 我们古代管梅花叫做梅开武术 然后就是梅花开武术道,因为梅花瓣它是由武瓣组成的 也象征着这个武术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盖也是圆盖 保存的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那上面也会有咱们这个提诗提字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粥罐的后面一定也会有一个提诗 这个提诗这几个字还看的不是什么很容易辨认 但是老国哥自己辨认的是什么不无反比,只应没句 这个是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的可以打在这个字幕下 或者是跟老国哥留言,写的是江西于顺泰出品 东西是非常开门的东西,包括我们这个金彩 这项耳,这个四个G是一个项鼻子这个形状 然后上面都会有苗筋,苗筋的脱落也是非常正常 我们突出的部位,经常擦拭的部位会进行脱落 东西是非常开门的,这个没有任何争议的 像这种东西都属于一眼老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胎,这个胎也是非常的干老 然后在底下底款还会有一个底款 这个底款虽然不清晰了,但测光也能看出来点那个字的痕迹 应该写的是江西出品,然后是一个太子,就是能辨认出来的 就在这里面,老后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这个粥罐个体还是比较大的,保存下来这么完整的还是十分不容易的 我们上面这是一对兽桃,不是蜘蛛 兽桃是两个对着的兽桃,然后这是我们这个叶子 叶脉,并不是看上去特别像蜘蛛 其实不是蜘蛛 然后我们再看里头,这里头也是非常干老 这是自来救 然后东西是非常不错的,品相也不错 我们这个盖子任何的磕碰飞瓶抱又没有,我们这个罐子口线也是保存非常完好 底部也是比较完好 那么唯一的一个小缺陷就是在我们找一下 就是在罐子的身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短的不起眼的小短线 在这个位置 有点像我们画上去这个梅花 折肢一样,在这个位置 看见了吗 里面也能看见那一点点像铺丝一样 非常短的一个 这个或多或少有一点影响 因为它并不是冲线,就是冲下来的 只是身上有那么一点点的冰裂纹造成的 就这样的品相也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量一下它的整体高度达到了20厘米 它的度径达到了接近了21厘米 这是一个非常比较大的一个大罐了 难得我们这种梅花题材的能保存的这么完好 而且是带有圆盖,十分不容易 这个也会给大家一个超低的价格 喜欢的话就联系老婆哥 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收藏,摆赏的 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摆到家里也是寓意非常的吉祥 非常难得的这么一件器 那么今天的视频老婆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喜欢老婆哥的视频 请在左下方 把老婆哥长按三秒钟点一个超级推荐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去点一下关注 那么以后再来找老婆哥的视频比较好找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老婆哥 为老婆哥点赞加油 谢谢大家